現在好像是Hand for Hand 所以他們現在應該是前圈應該是取17名嗎? 剛剛 所以 剛剛我沒有看到他們取前圈的一個人數 那如果現在Hand for Hand的話應該是 在 應該是取17或16名玩家進入前圈 我來看一下 現在目前是在117個報名玩家當中 還剩餘18人 泡沫刺的這個籌碼優勢就會非常非常的有用 有優勢的人 可以在這個時間段抓緊去搶奪其他 你剛講完馬上就看到了這把牌 我們的Kyle選擇直接O-In 220萬的籌碼 面對後面這個小忙 小軍動可能也是要上了 他剛好碰到後面兩個牌都很好 對 那Satel這邊選擇一個蓋牌 如果 因為現在小軍動他本身的籌碼就很少了 他只有15個大忙 如果小軍動是有150萬 他JJ可能有可能會被打開 彈牌價值 可是他的牌的那個Ticker是用不太到 結果沒想到在轉牌的時候被我們的成為量集中了一個順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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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三桌或兩桌有同時那個O-In的情況 對 對 然後短碼同時被淘汰的話會怎麼算 就是看哪一個 有幾種算法 有些比賽是同時被淘汰是兩個平分 那另外一個算法是誰的籌碼少 誰就是比較後面的那一個 對 籌碼多的那個人會進 籌碼多的那個人會變成是有錢的 我們目前這個確實是前十一名進入的前圈 然後第一名會將有69萬O 對第一名時엔 那進入第17名的話可以獲得43,100的英鎊 那可是剛剛選擇連續下注Ten跟River 那Lukas Greenwood這個K3是一個BRAF catch 去抓對手BRAF投機的一個手牌 好像也是跟住了 我們的陳薇良用順子收下了一個50萬的底池 100萬的底池賺了50萬的積分牌 籌碼來到270萬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蕭俊棟 跟我們的Kyle的34OFF 後面那個如果這個莊圍的34沒有選擇這樣動作的話 那麼其實勾勾和後面的A圈也是要打一個 也要打起來感覺是 可是其實我覺得 因為畢竟我們蕭俊棟的籌碼是比較少的 哇這個A圈贏了 這個34沒什麼救了 可是我們的Satel也是蓋牌了 喔這樣的話 只剩下5%兩張4的機會 對 因為前面有一個攻隊伍 也不容易啦 很難手 好一張K那張的話 勾勾是成功的Double了 他想要 想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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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對手壓力 就沒想要對手牌這麼大 完全自信的一個事情 可是 如果 了解 就譬如說你知道 就譬如說 我們剛剛有跟觀眾聊到 他open幾趴你要推幾趴 OK 那首先你要先知道 你要 推幾趴的牌 那這件事情是你 可能心裡知道 你大概知道怎麼做 可是 你不一定有辦法 完全執行啊 或是真的 你這樣推就一定是對的 就是你可以懂很多姿勢 那我覺得就是 打撲克我覺得就很看狀況 那你就會在隨時 有遇到什麼狀況的時候 把你所知道的姿勢 拿出來用 然後看哪一招好用 就是 我覺得撲克就是這個樣子 嗯 這邊cut off 是 A7不同色 選擇家族到 85 可以來看他對決了 我們的 呃 Nylus 新生代偶像 對 7 8 7 8不同話 是一個很好的防守 大忙的一個 對 他這邊選擇家族 哇 這家子帥哥 家族29萬 你會發現喔 他們這些很厲害的這些網路玩家 他家族的這個size 這個意思 在 呃 你 你面對他的時候 遇到家族的size 你 沒辦法去bluff 你有沒有發現 你看家庭是9萬 他後面是140 150萬 你也沒辦法4B 你也沒辦法 去做一些太出格的事情 就是 然後我統一發現這個數字 大概是六分之一 就是 大概五分之一是六分之一左右 就是3B的size 會讓對手說實話 因為如果你 譬如像剛剛只有3B 你看 其實你剛剛加29萬 對 他140萬 在後面 你看加29萬 他140萬 你也不可能說 喔 你加我29萬 我 來一個55萬的一個4B 來bluff 就沒辦法 因為 就套詞了嘛 所以他們會常常會 加注的一些尺寸 會讓 對方後手的 有效籌碼的那個數量 那我覺得往往就會讓對手 說實話的數量 就是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左右 那對手會 沒辦法去 來 bluff 就他只能做出 唯一 就他不能去冒險 就是 做出一個他不能冒險的一個size 好 我們的薩德爾在卡特布選擇 八溝 那這邊的9th love很有可能會all in喔 雖然這個pocket5 這個pocket5 雖然不是說太強太強的牌 可是現在是一個bubble time 那對手 有可能在這邊會 氣掉很多很多的牌 而且55 雖然看起來不是很大 可是其實 是一個可以all in的牌 欸 再加上中央有很多的端馬 對 有很多的端馬 對 好 他選擇了一個all in 果然 那 對手是沒辦法做一個抵抗 哇 真的是帥哥 欸 在這個 他的power 7 就打得非常的 兇 對 然後長得又帥 哈哈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小俊棟 跟我們的Kyle的3-4 off 後面那個 如果這個 裝衛的3-4沒有選擇這樣動作的話 那麼 其實勾勾和後面的A圈也是要打一個 也要打起來感覺是 是 可是其實我覺得 呃 因為 畢竟我們小俊棟的籌碼是比較少的 嗯 哇 這個A圈贏了 是 這個3-4沒什麼救了 可是我們的Satel也是蓋牌了 喔 這樣的話 只剩下5-5-4的機會 對 因為前面有一個攻隊伍 也不容易啦 很難受 好 一張K 那這樣的話 勾勾是成功的Double 對 他想要 想要來 Bully 想要來 給對手壓力 就沒想要對手排這麼大組 唯一 就他不能去冒險 就是做出一個他不能冒險的一個Size 好 我們的Satel在Cuttle 選擇 那這邊的Nine's Love很有可能會All-In喔 雖然這個Pocket 5 這個Pocket 5 雖然不是說太強太強的牌 可是現在是一個Bubble Time 那對手有可能在這邊會棄掉很多很多的牌 而且55 雖然看起來不是很大 可是其實 是一個可以All-In的牌 欸 再加上桌上有很多的短碼 對 有很多的短碼 對 好 他選擇了一個All-In 果然 那對手是沒辦法做一個抵抗 真的是帥哥 欸 在這個 他的籌碼量很適合 他的籌碼量很適合 就打得非常的 兇 對 然後長得又帥 哈哈 在這個Bubble Time的時候啊 哇 大王這邊是拿到你手一圈不從射 這邊其實 其實對他來說蠻尷尬的 如果他的籌碼比對手多 他可以直接O-In 這邊我覺得平跟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因為 果然 那跟我們這邊的 我們這邊的 Lukas Greenwood 應該是會直接O-In 因為他籌碼cover對手 因為桌上還有其他的短碼 所以變成對手 只要有其他短碼存在的時候 他要跟的範圍就是 很極限 對 他不太能去冒險 他不太能去冒險 對 家住到了14萬 Winnie the Pooh's got a friend called Emo 是狼狼吧 一個三倍多一點 對 反正記住 反正基本上 遇到一般玩家 只要小忙的一盆 你先 閉著眼睛先給他開四個爛 對 但是遇到像你 就很難 因為你會混合 對還是要混合 對 我是說在中早期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做是蠻不錯的 因為永遠對像大忙隊長小忙還是有位置有位置 因為絕大多數的人 他們Limp的範圍 還是沒有很平衡 或者是說 就算他Limp的範圍是OK的 他可能去抵抗的範圍是錯的 就他可能會蓋掉太多牌 那如果 所以之前我轉播的時候有講過 反正是女生你就給他加4BB 因為大部分他們會蓋太多 你只要有蓋太多這件事情的話 你這個家住就是正義的意思 是看著了女生比較保守的性格 對 絕大多數 或者是日本的玩家 所以這個跟國籍也是有影響 對 那我們看到Flop拉出來之後 是A溝六不同色 雙方都有幾種 對 那這邊很有可能 社會抵抗的一發四年也是滿正常 嗯 那我們再看轉牌 現在他底值已經滿大 底值到52萬 哦 轉牌是一張A 嗯 那這邊我覺得 我們的Lukas Greenwood 我覺得這邊很有可能 我覺得他這邊做的check都不錯 因為他可以讓 因為畢竟 A已經在他手上 上面又開A了 那如果他這邊視落做一個 做一個埋伏 我覺得在River的時候 再做一個架子下注是比較好的 也不是說比較好啦 是比較 嗯 首先會考慮幾個因素 之所以這樣會比較好 是首先還有一個 呃現在非常接近 現在就是bubble time 那你這樣子打也算是一個 雖然你是不用控制啊 可是對手有A的機率 並不是太高 那要嘛就像他這樣 可能打得非常小 或者我覺得這邊check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問題 先是選擇在 呃 小毛很有可能會繼續跟著 因為 因為如果掉出S的話 對手A是繼續下降 他會相信自己的Z可能是更好的 而且在bubble time的時候 就是轉牌這樣A 讓他又有點 對自己有點信心出來了 欸bubble time的時候 bubble time的時候 這樣子 這樣子打他 他可能就覺得那個 呃 我們的那個盧卡斯是在投機 所以他覺得自己中的Z是蠻大的 轉牌這樣6 這邊應該就是要被推了 這邊應該就是要被推了 變成感覺這個 公式看起來沒什麼銀牌 其實 因為是泡泡的期間啦 IP的 就有位置的玩家 在籌碼優勢的狀況之下 很容易會打得比較兇一點 嗯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偷機的可能性 那這 這一時的話 也算是一個 可以bluff cache的一個牌 就是來抓偷機的牌 好 果然被all in了 這邊跟不太動啊 很難跟啊 而且 是 對 他現在想的第一 他現在想的第一個角度 就是說現在bubble time 你很可能會bluff 什麼之類 對 可是你應該要 我覺得應該可以再多往生想一件事情 就是 呃我是小蠻 我去扣了兩發 我自己 我手上也是會有很多的S 一些範圍跟range 對 所以當對手這樣子all in的時候 他是不是真的有S 嗯 所以我覺得 雖然這邊 他的勾是可以攤牌的 可是我覺得 考慮的一些因素的話 他還是會蓋掉啦 因為還是有其他短髮在 其實 合牌這樣6 對他來說也是會比較容易蓋掉的 一張牌了 難跟 嗯 他變得贏的牌又減少了很多 那現在這把讓他變得短嘛 所以其實 其實啦 在正常狀況之下 當然SJ是去抵抗 是ok 可是如果在泡泡期間 我SJ立刻 可以不用 我會直接蓋掉的 喔 我不會在沒位子的時候 在泡泡期間去跟對手打一個大提示 那現在大家應該都盯著那個OPEN 看他什麼時候要出局 就可以 大家就可以領到4萬3千英鎊 現在應該列一個 就是全場18 那個籌碼排名 18籌碼排名 然後看看最少的還剩多少 常常會在這個 就是指標賽現場上出現 就同步發行 大家就會每一桌都看 就來看看其他桌的人 籌碼怎麼樣了 我那種 不打 在本桌上沒有參與排局的人 就會去旁邊看 像像 我我小小P嘛 是我的一個MTT的教練 他會跟我講說 那種巴布炭站起來去看 都是fish 哈哈哈哈 是什麼 站起來會什麼 就是說 就做的就好不用去特別去看 啊 張維這邊是 我們的Lukas 對 那我們這邊 Operen這邊 他只剩下6個大馬 我覺得還是可以蓋牌的 哎呀 還是退出去 A5 對方又是一個 有可能會被跟喔 有可能會被跟喔 所以你看 你當然你這A5是領先對手 可是 OK OK 你雖然領先對手 可是 你有百分之 可能百分之三十的機會 你會出局 看到狗5 有一張那個 鴨子 其實已經去看得最好的那個 看到最好啦 看多對手 假設 都跟你的牌都沒有相關 對 那你可能有 你可能 你可能有將近快一半 四成的機率 你要出局 對 就是 你 在對手沒有蓋牌的 狗 的 的 的機會之下 你去冒這個風險 我覺得他這邊能推的牌 應該是 可能5%吧 99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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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平常我們剛剛說 可以 比如Button開50 我們這邊可以推25 沒有錯 可是 不是在Bubble Time的時候 Bubble Time的時候 你要把那個 Range放進 平常可能 比如說推25 這邊肯定要 再收一半 可能推12.5 或是百分之10 而且對方是 做了一個 八萬的Open之後 他後手只有25 其實 當然 當然範圍是領先的 可是你沒有 沒有必要在這時候去 我覺得你這邊去做 數學長來說 對方好像 就是氣不太屌 你做一個三倍的O-In 還不如找個機會 自己O-In 對 會比這個更好 怎麼的話 不過應該是要順利的翻倍 對 他的結果論是好的 他這邊 就是他這邊是順利的一個翻倍 可是其實 在他這翻倍的過程中 他是冒著 十次會有 會有三次出局的風險在拚 所以我覺得 應該選更好的牌 也許更好 有一個TG 七條圈 先不從走 這邊是 十 直接蓋掉吧 二個大忙 在 Hijack的位置 這邊我是覺得 三三直接丟了吧 可以直接蓋 對阿 因為後面還有 還有 就有一個短碼了 不用去躺這個渾水 是不是有一個理論說 就是 在考慮這個SM的情況下 就是 在泡沫期 你只要不是 籌碼最後一名 就可以一直棄牌到 自己成為最後一名為止 那也要做一個 嗯 應該說 這個是個大方向 沒有錯 可是你要看你 你跟他 差距的籌碼有多少 如果你們差距 也沒多少 那 也不一定是這麼做 我覺得鋪更有意思的是 就是他 我覺得鋪更有意思的是 就是他 太靈活了 就是 呃 同樣一把牌 可能 你可以做很多的決定 那 這可能每個決定都是OK的 其實 我覺得 就是 有很多 很多 很多 決定可以做 你可能可以打 你可以不打都OK 那這時候 你可能會考慮很多外在因素 而不是單 單就說 這個牌面 喔 我要打欸 我要不打 嗯 其實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OK 我們在麥克蘇里打一個 童花聽牌 而我們的陳偉良 中隊 集中一個中隊 那我覺得兩方都會check啦 控制 兩方都在控制 我覺得兩個人都是 兩個人的手牌都是在轉牌 在發動攻擊是比較好的 好 我覺得這邊陳偉良 應該可以做一個架子下注 而且順便要保護他的死啊 因為不知道對手有沒有兩個overcard 所以我覺得這邊可以下注個 我覺得40%吧 15萬 喔 選擇一個check 那反倒是我們的麥克蘇里打 沒有攤牌的價值 他也沒有打 果然是泡泡期間 大家都比較保守一點 是 好 還是一張草花生 一秒蓋 這個時候又不像一樣了 對啊 好 好 大亨有過那種 就是正泡沫的經歷嗎 有啊 很慘啊 我記得有一把印象非常深刻 那把是對到郭東老師 有一把 好像郭東老師在中間位置open 我在忙著直接O-in三十幾個大王 然後有Punket Kings 就被郭老師的8-8皆殺 然後就8出一張8 我就GG了 那一場我還記得是 兩萬五港幣買入在 星好天地的Polestar辦的比賽 然後那一把ITM 那一場ITM是4萬港幣 其實跟這場的結構蠻像的 只是他港幣這英鎊 兩萬五買入 ITM是十萬 ITM是十萬 好 這邊 MICLE SOLEZA選擇一個平坑 那這邊其實你看 這邊的 Brunks 這邊的66 其實在 他的籌碼 如果是Carbon Micro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可以直接O-in 對 可是阿欣他Check是比較好的 呵呵 就狀況不一樣 因為像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9slove 他的55就直接O-in 因為有其他短髮在 那他又Cover其他的人 那他這邊變成是說 66不能冒風險 假設說66不能冒風險 假設推到鐵板上自殺 就很像白癡 所以他這邊 他就變成是說 他不能去冒這個風險 所以這邊66選擇Check 是非常OK的 這邊 下面 兩個人都是過牌過牌 MICLE 這邊是一個動作的好機會 卡順 10high 開不了牌 這邊是一個動手的好機會 我覺得這邊可以打一個 7萬5 就打一半 7萬5 8萬這樣 3分之1而有 下注一個5萬 那這邊BRONS這邊 我覺得 當然他要跟是可以 可是 我覺得他會覺得沒有必要 直接蓋掉也是沒有關係 跟一發 看一下RIVER RIVER MICHAEL這邊 在沒有擊中的狀況之下 開不了牌 Check放棄有點浪費 因為底次有25萬 看上次 我覺得Michael這邊應該要來打 因為他開不太了牌 那對手 不太會有太多太強的一些範圍 他這邊可能要打一個重一點的Size 只下了7萬 7萬好像要被跟囉 7萬好像要被跟了 噢 7萬 這邊被跟住了 那我覺得 我覺得Michael在這邊下注的原因 他還是覺得 希望對手 可能是有些 買順的一些牌 是可以把他打蓋的 因為不然他的死海奇 我自己开不太了 这里A6对R 直接是翻钱就两架打光了 我们阿童又回来了 今晚江河默默续续续续为大家带来这样的比赛的结束 并且是直接到结束为止 我们的大亨明天是要做早班的准备 所以就把它放回去 明天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赛的一个重头戏 不管是选手还是我们的所有的后勤 都会为明天的主赛去做一个准备 目前 看下我們的泡沫會不會被擠掉 A6對2,2 雙位對大毛位置,一個敏感的位置 兩手牌都是近範圍的 這也是集中了一張A 可能還不太好擠 還有幾一環 對,A6是短碼 還有一張4 看一下6顆奧瓦能不能發出來 沒有發出來,一張紅桃酒 我們Kisaki Koguru是繼續得到了一個Double Up 剛才大亨說這個名字很難很難唸 然後他說他還有專門去問那個英文解說 英文解說不太會唸 這邊是只有10個大毛 遊戲機直接起掉了A3草花 畢竟在這樣子一個敏感的階段 不太好,輕舉妄動 在你沒有位置的情況下 開套服圈十不同色 選擇加入到10萬 全部蓋牌 全部蓋牌 看大毛 大毛為了8-7假設應該需要選擇的防守 兩個人的籌碼亮度還可以打一打散後 稍微 是 跟住了10萬 那麼底持來到27萬5千 有效籌碼是80萬5千 K66 兩黑桃 選擇一個標準的過牌 這裡可以做一個小的下注 27萬5千的底持 可以去選擇做一個10萬或11萬的下注 基本上7-8過牌就是準備放棄了 也還好 過牌過牌 轉牌 自動10 張10還挺不錯的 給他很強的一個碳牌價值 原本的圈嗨還OK 但這裡的話有一個10的提升就非常好了 7-8有一個卡順的聽牌 他這指如果謹慎 謹慎期間還是可以選擇繼續過牌 因為他這個10也就是一條街的價值 看他至於選擇是在轉牌打還是在合牌打 果然還是謹慎選擇過牌 那麼這個時候7-8 大王位玩家也是直接在合牌擊中了7 有了不錯的碳牌價值 應該這裡是過牌了 過牌之後看他的圈是打不打了 面對前之位大王的三條街的過牌 這裡要思考對手範圍裡面有一些什麼東西 能拿到最後條街的一些薄價值 應該是沒有比K大的東西 所以他這裡是會考慮要做一些價值下注 十二萬五千 做了一個十五萬的下注 這幾把是有機會要去支付的 畢竟是一個三條街 直接試拍 還是蓋掉了 可以看到在這個階段 泡沫漆階段是非常的 我們玩家打得比較的 比較的謹慎 剛剛大亨講說 泡沫漆人與人之間的性能又建立起來了 然後我們剛剛也是看到他那個 那種操作是被 被抓了 撞到了一個top range 沒辦法 對 我覺得那個可能對 整個心態上也會稍微有點影響 也還好啦 如果是在裝為A2 是進範圍的牌 沒有任何問題 正裝出席的小哥哥 比如說之前我們結束的時候 那個 他的一手操作 然後被 對 一手合牌的一個超級下注 對 被Patrick Antonius是抓到了 對 這手牌其實損失了非常多的籌碼 故事講的不是特別完美 但是給到的壓力是很足的 然後這裡 五八兩對 然後我們的 Erik Steele在這裡 做了一個11萬的下注 好 應該會遭遇到一個race 果然 33萬的一個加注 那這個牌 加注到33萬的話 他們就是 基本上是兩槍打光了 如果在這個面上不選擇加注 會 會是一個 就是 更好的選擇嗎 也是要 以一定頻率做一個race for value的 你有牌大 然後 如果你不加注的話 不一定要在 一定要在flop加注 你可以在 轉牌 或者是合牌再發力 嗯 但一定會是 主動的去 追取一些value 會更好一點 把節奏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當你有大牌的時候 你去把底去造大 張偉拿到了 勾圈 我們 不同色 加注到10萬 我們現在15分鐘的時間 縮通後 我們去比賽 那我們的衝衝 是 直接沒有防守他大毛 馬來西亞的選手 也是一個 不錯的玩家 蕭俊棟 應該是仿佛是進入到一個休息時間 我們 今天的比賽 在下一個休息之後 就會結束 然後 這場比賽的DAR 應該會放在4天之後 對 所以今天我們就 馬上注是3萬6萬 前注6萬 我們的紅桌 陳偉良是 277萬的幾分牌 46個大毛數保持領先 我們藍桌 我們是我們的Linus Love 40個大毛的幾分牌 是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對 明天記得在 這個 倫敦時間19點45 北京時間16點45分的時候 我們不見不散 好的 這次我們的比賽 是在倫敦 英國倫敦的西爾頓 柏寧酒店進行展開 明天 北京 北京時間19點45分 不見不散 繼續為大家帶來的是 傳奇撲克 2019年第三站 倫敦站的超高額 買入毫克系列賽的比賽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大家晚安 拜拜 好 明天見 好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 Chip Leader Nelis Lalik 這邊有一個 90 Off 那選擇了一個 很正常的一個 防守 來看一下 Post Flop 大家會怎麼打 我們的 Nelis Lalik 集中了一個 頂盾 Cuz這邊完全沒有集中啊 其實這邊有點麻煩 開的也是 哈哈哈哈哈哈 他說給你一個機會 Blobton 好 我們的Lig這邊有一個 9 的一個頂隊 那我覺得這邊 蠻有可能會做一個 蠻小的一個下注 可能是個四分之一 十二萬五到 到十八萬的左右 選擇下注一半 直接收下底子 你能預計嗎 你能夠預計嗎 是我們先過一半 是有了 是有了 好嗎 我們來不說 去找到 我們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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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快點 快點 我們快點 在哪裏? 做了一個... 迷雷斯 你會罵我這個大盒 你去吃飯嗎? 硬碟的咖啡 對,外面嗎? 雖然是很便宜 可是這26off真的太懶了 還是不會選擇亂抵抗 去打一些飯後試著拿去更多的價值 那我覺得麥克爾蘇利亞這邊選擇直接O引 絕對是正EV的O引 只是跟之前觀眾聊到一些策略上的選擇 就是這邊你要LINK,你要RACE,你要O引 其實都是正EV的決定 但只是一些策略上的選擇 跟所在的情況用哪個方式會比較好 那我相信麥克爾蘇利亞這邊直接O引的原因就是 他希望可以拿到最大的一些氣排率 他不想要被一些玩家 譬如說拿一些S-Shape 也許做一個3B O引 變成說他99要去跑一個Flip 其實就...在這種Final Table 有很大的Pedron 其實是比較... 比較吃虧的 所以他覺得想要... 試著可以穩穩的拿下這個底池 所以選擇一個直接O引 那...可能有一些對他是有期望者的牌 也沒辦法做抵抗 那所以他才選擇一個20BB的直接O引 25k The Bahamara 25k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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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放回那 next 哇這邊我們的 stud Lukas 19 有一個抵對,還有一個雙頭順 是一個在盲著抵抗S-King 在這個turn,這個轉牌,雙方的籌碼都還蠻多的 那Lukas Greenwood這邊要選擇一個小小的下注保護 或者是check code其實都是可以 因為他攤牌價值又有成長的空間 繼續選擇check 那如果這邊我覺得Lukas Greenwood如果是個JS的話會比較傾向於下注 因為對手可能還是會有一些A9的一些範圍啊,實施的範圍啊 但Lukas Greenwood這邊應該就是一個很好可以check code showdown的一個牌 雖然只有抵對,那畢竟對手從頭到尾都沒有下注 先check再做一個決定吧 還是他選擇下一個12萬5,一個非常小的注馬 雖然是個價值下注 下注一個5分之1左右13萬5的一個注馬 那這邊S-King是完全全的miss了 所以其實一看如果我們的Lukas Greenwood換個角度想 如果他是要完全miss的bluff 其實他還可以用很少的注馬 試著就可以偷下這個底詞 那對手其實S-King還是會選擇一個支付 OK,一個極限的搏架值拿下了一個不錯的底詞啊 好,我們的Burns這邊選擇一個加注到21萬 很棒,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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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to help 一個三人的底池 那這邊其實有比較意外的是 我們的Claid選擇 我們的Claid選擇 這邊拿六七通話 在Button做了一個跟組 試著要進去打反後 好,我們的Browns 集中了一個頂隊 單在一個三人的底池 不過 他遇到兩個對手 都只有20個大盲 左右 這邊可以選擇一個下組 如果是我 會比較傾向於選擇下組 因為底池大概有八個大盲 那另外兩個玩家後手 總共只有20個大盲 大概比2.5左右的SP 只有底池籌碼 跟自己後手籌碼比 那1比2.5的話 其實這K勾 其實可以完全不用想太多 不用去閃 好,我們這邊對Michael Souza 選擇了一個跟組 一個S10 Browns很有可能 會直接O-in的 一個頂隊Good Kicker 如果他選擇 Check在這麼大的底池 那兩個人後手都只有20個大盲 不到 好,他只選擇了一個跟組 哇,我們的 我們的Cast 擊中了一個兩隊啊 那這邊是一個非常好 直接奧帕O-in的選擇 如果要選擇CheckCode 應該這邊也只能Check 他這邊 我覺得有點可惜 他翻牌沒有打 然後被兩人跟之後 你K勾也沒有選擇O-in 我覺得這個稍微有一點點奇怪啊 那這邊我覺得 Cast這邊在一個153萬的底池 後面只剩190萬 這邊敵兩隊是一個非常適合 奧帕O-in的版 因為他很不想要被疊掉 那你現在如果打一個50萬 其實也是非常尷尬 這邊奧帕O-in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決定 然後這個Browns這邊就蠻奇怪 他選擇在一個3位的底池 選擇CheckCode 但是,那是多少呢? 你可以停止一下嗎? 大概是2M 你怎麼說你會有Carrie 7-8M 你不會在做什麼愚蠢 然後跟QJ 如果他這樣講 他說他覺得Cast是什麼JQ的話 那應該Flob就O-in啦 因為其實 因為其實總共的有效籌碼 就是我剛才講的只有20個大盲 你20個大盲打完一個頂對GoodKicker 是個非常合理的事情 那如果你沒有選擇打完 我暫時沒有猜到這名Burns的想法 只是我比較意外的是 我真的蠻意外的 第一個他沒有Seabay 因為 我覺得如果他不Seabay的原因 主要會比較在於 比如說雙方籌碼都很深 那在這種很多牌 比較開的比較黏的牌裡面 他去控制選擇做個CheckCode 那我覺得是OK 那你看 假設如果現在他還很深 我們的Cast這邊 我們的Cast在轉牌 也不會直接O-in這麼多 所以 我覺得你可以選擇CheckCode 然後在CheckCode River再做一個決定 我覺得是在一個生籌碼的時候 會做的一個策略 那 他選擇在這翻牌之後 對手只有20個大盲 選擇一個CheckCode 然後TEN 我是覺得這邊比較奇怪 還是他有可能沒算好籌碼嗎 好 選擇一個蓋牌 有點可惜啊 這把他可能FUP TRAIDRES O-in 可能就會直接 這個位置 他只能重新出場 是 對手 對手 然後他不是 電視線 那些人 政府都想說 What the fuck Everybody's like What the fuck How is this You know what